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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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又到我們周一開講時間 小道開講時間 我們今天來調一聊相位餘裕的改善 那如果你用的是我們Microchip的DX Speaker呢? 那怎麼用Microchip的DX Speaker來改善相位餘裕 今天這個主題主要是這樣子 那說到了 相位餘裕就不得不提一下 我們MCU在使用 在做數位電源的時候 必須使用的東西叫做ADC 對不對? 那也有ADC之後才能把它數位化 那這是廢話,但問題就在於 這個相位餘裕跟ADC 有一個很大密不可分的問題存在 就是所謂的採樣系統而造成的問題 所謂採樣系統就是這樣子 黑色的畫面上這個黑色的線呢 是我們實際的訊號 就是說假設進MCU的ADC pin上 是這樣的一個電壓訊號 然後橫走是我們的時間軸 那跟著這個時間軸來看呢 比如說我們在ADC第一次取樣 取樣的時候呢 就讀到這個點 雷射筆停的位置 然後在下一次取樣之前呢 它在MCU的認定上都同一個值 然後下一次取樣 然後結束取樣結束 再取樣再一直換 就會得到一個這樣的一個波形 那我們把它展開來看 所以展開來看的話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AD取樣的位置 這是我這個綠色把它打點的位置 它是取樣的位置 那取樣跟每次取樣的中間間隔呢 我們稱為叫做TS 那可以看得到 黑色實現是真正的訊號 藍色虛線呢 是在這個等效上MCU所看到的訊號 這兩個訊號呢 它會中間差的一個時間差 一個相位差 就2分之TS 就是ADC的間隔時間叫TS 取樣的間隔時間是TS 那2分之1的這個時間差呢 就是這兩個訊號啊 等效上的一個位置相位差 那你可能會想啊 這兩個波形看起來很像啊 那只是個相位差嘛 頂多就是慢一點點 問題就是在這個慢一點點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我們MCU 看得到的東西就是必須靠ADC 它是我眼睛 產生這個相位差之後 就會嚴重的影響到我們的相位餘域 那怎麼影響呢 怎麼計算呢 我們這邊來過一個簡單的計算 但在計算之前 我們先定義一下 簡單來說 會第一個要做的事情就是 什麼叫奈奎斯特頻率 那奈奎斯特的頻率的定義是 我們通一般稱為叫Fn Fn等於2分之Fx 那Fx就是F sampling 就是我們ADC的採樣頻率 間隔時間分之1的那個採樣頻率 所以當你ADC的採樣頻率決定之後 你的Fn的頻率也被決定了 好決定了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決定了之後就會得到這個一個公式 這個公式是Δ5 degree 就是我們的角度 等一下會說這個角度是什麼意思 這個角度呢 它會等於-360度乘你的頻寬 這是你的頻寬 再乘一個K值 這個K值 它是小於等於1的 正常來說 如果有我看過 有天才設計師 他把他搞到大於1 等一下我會解釋一下 什麼叫大於1 大於1是根本就是來亂的 來征效耶 千萬不要這麼幹 但是正常來說就是小於等於1 那我們先假設為1 因為我是K值嘛 我假設為1 那TS呢 就是我們ADC的間隔時間 這間隔時間 好我們接下來舉個例子 假設我的頻寬是10kHz 那我的ADC的採樣頻率呢 是200k 那就可以算出什麼 360度乘以10k 那我說過我們的K值先假設為1 然後我200k分之1 那我的TS就是5個Microsecond 得到18度 OK 現在問題就在這個 現在這個停下來 18度是什麼 怎麼會產生這個-18度 所謂的-18度 是假設你在類比 在比如說我類比 我設計了一個Face Margin 58度 假設的 這假設你設計一個類比58度 當你經過這個 這個ANOG轉Digital這個過程啊 它必須得到什麼 58度 減掉ΔΦ 應該說加ΔΦ 所以等於什麼 58度 減18度 得到多少 40度 就因為你用ADC這樣的一個過程 這個跟哪一個廠牌沒有什麼關聯 就單純就是你用了ADC之後 那假設K為1 那你算出來就18度 以這個案例來說 10kHz跟200kHz這樣的一個頻寬 跟採量頻率 就會算出一個-18度 那就會得到40度的結果 Face Margin是40度 40度能用啊當然不行啦 因為我們有推導過 必須大於等於45度以上 那最好是70到75度 對吧 所以這就是一個典型的問題 用了ADC之後 那就會發生這個現象 但MCU不用ADC 它怎麼做數位電源 所以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當然它不能等於0 所以我們接下來解釋一下 所以我如果要讓我的相位餘域達到最佳 應該做什麼 所以正常來說 首先 從這個公司來看 最好等於0 但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應該盡可能縮小 所以為什麼頻寬有些人發現 欸 我頻寬只要調低系統就不正了 那實際上就是 跟這個其實是有很大的關聯的 當然系統調低啊 不是絕對的解決方法 你調低了 其他測試過不了怎麼辦 所以呢 我習慣用一句話叫做 啊 夠用就好 能低則低 當然我不是調你調低 低到要 沒辦法過那個Dynamic Test 對不對 那anyway 頻寬假設是不能動了 然後呢 TS 就是你ADC的間隔時間 要怎樣 這時間是越小越好吧 對吧 所以越小越好 就意思反過來就是 你的T AD 就要很小 很小 再反上去就是什麼 你的 那個頻率 ADC的採樣頻率 就要很高 那高到什麼 高到最高的情況下 就是跟你P答案一樣快 那假設我P答案已經已經 跟我的ADC一定是一樣快了 不能再快了 頻寬也不能再降了 那怎麼辦 就剩下K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探討 什麼叫K 那探討K的時候 我們先定一個 藍色的這個訊號 是我們P答案訊號 我們先定立 這個P答案訊號 一個週期呢 這個時間我們定義為K2 然後呢我們從ADC採樣 ADC採樣 再加上我的轉換 採樣轉換再加控制 然後控制完之後呢 再等到真正Duty update的時候 我們所謂真正Duty update是 簡單來說 我ADC先採樣轉換 轉換之後 我進中段開始計算 計算完到這裡的時候 停下來 它先把它計算完的 比如說頻率啦 相位啦 Duty啦先update嘛 對不對 update只是update到暫存器 真正丟出去是還沒有丟出去的 因為這一週還沒打完 cycle by cycle這種限制還沒有結束 所以它是先存在暫存器 然後繼續出中段 出中段之後 到了真正的下一週的瞬間 這條線叫P單下一週的瞬間 它才把Duty或是Face 或是那個頻率 看你是哪一種架構 把它更新出去 就是你的控制量才更新出去 所以呢 從取樣開始 到真正更新這個時間 我們正會叫K1 那什麼叫K呢 K就等於K2分之K1 這樣理解了嗎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當你的K2決定了 那你的K就是意思就是你花了多少時間 再採樣再計算到真正update時間 就所謂的K1 那為了方便理解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來接下來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我現在做的是PFC好了 那PFC我假設我做的是CCM 然後我現在是CCM的狀況 我要做平均電流模式 那我們典型的做法就是在電感電流的正中間取值嘛 這個地方是平均值對不對 那OFF的時候 中間也是平均值嘛 這兩個位置是平均值是一樣的 根據我們的理論推導 這兩個是一樣 當然不是我們理論推導 這是拿人家已經推導好了 OK平均值 我講的是CCM DCM是另外一回事 有機會再拍個影片跟大家分享 這個PFC怎麼改善 這個技巧非常多也非常有趣 好那同樣的程式 就是我在這邊取值 跟在這邊取值 然後我的計算沒有變 我的計算是沒有變 我當時在不同的位置取值 會得到什麼效果 這樣的一個舉例方式 來讓大家快速理解 好我們從結果來看 這一條線就是我們所謂的FN 對不對 還記得嗎 這是FN 就是耐葵斯特頻率 那耐葵斯特頻率 一定會掉到180度 那看一下這個 它的影響位置呢 是10倍頻以上 當然通常最大的 最明顯的變化範圍 是從10倍頻開始 但是你真正在兩個時候 你發現其實它再往前推一點 有一段距離的頻率 還是會受影響的 那我個人習慣 至少從10倍頻來看 所以呢 數位有一件事情 是很重要的 數位在決定最大頻寬的時候 就是你P檔頻率先除以2 因為除以2的情況下 這個地方是FN 然後再除以10 所以如果你沒有概念說 我頻寬應該最大射多少 數位 如果你做的是全數位電源 你的頻寬不應該高於20分之1的P檔頻率 不然的話你的相位餘域非常非常的難處理 非常非常難處理 好 回到我們的K 回到我們的K 對不對 那我們K還記得嗎 K等於K2分之K1 對不對 那一個是在左邊取直 一個在右邊取直 一個在右邊取直 Off Time嘛 Off Time在右邊 On Time是在左邊 好 什麼叫左邊右邊 其實就是距離最右邊的那個更新時間點 越靠近P檔頻率更新的時間點 就是Off Time嘛 你發現它的相位餘域掉的速度是很慢的 它的相位掉得很慢了 那我在很早的地方就先取直 但是呢 到等到下一周要開始的時候才update 這個時間等了很久 這個間隔時間非常的久 這個時間越久 它相位餘域掉的就越快 所以從這張圖就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你的ADC的區隔越早 然後呢 你的計算時間 計算完了還沒有update 要等到下一周的那個鎮隔時間又太久了 它就會製造出這個空檔 這就是你相位餘域損失的地方 那比如說 我們舉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我現在做的頻寬是S20K 假設假設的 這是假設 假設這也是FC IF 這是IF IF這個地方是我的頻寬 那就很明顯了 單純我只是把我的區隔移動而已 它就產生這麼一個相位餘域在這裡地方的差異 這個地方的差異呢 就是15度 我接近15度 你看輕輕鬆鬆差別15度 所以就可以理解 ADC的區隔位置 跟我們相位餘域有多大的重要性了 所以又回到這張圖來看 就可以很明顯知道一件事情了 這一條線 是K1 這個時間 是K2 那你要增加相位餘域只有一個方法 把這一整段的時間 把這一整段的時間 盡可能的往右推 濃縮 再濃縮 那以這個圖來講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這一條 這一條線移到這裡 對吧 那最好方法就是在這個地方取值 在這個地方轉換 然後在這個地方計算 那你的相位餘域就得以改善 那當然這個跟你的控制法有關 你如果做的是平均電源控制法 那這個就沒辦法 這是取捨的 那如果你做的是其他的控制模式 你是允許隨便移動你的區隔的情況下 你應該是盡可能把它往右推的 然後來改善你的相位餘域 那我們再用一個實際案例來看 這個是屬於K等1 什麼叫K等1 這一條線是P導演的起始 然後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取AD 然後轉換 然後計算 然後update update完之後 在這一個 這一條線就是P導演 L 就是我同步整流的Law的位置 那就是等於下一周要開始的位置 這個就是 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就是這個K1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K2 所以我的K就變成是1 這個是Wars case 最嚴重的情況下 這是最嚴重的情況下 但是我們可以看得到 我計算完的結果 到我下一次updateDuty的這個時間差是多久 這個時間差呢 在現在這個地方有兩道 是2.81個Microsecond 那2.81個Microsecond 換言之我只要把這個2.81個Microsecond移掉 我把這個黃色框框這一塊 我把它往右移 往右推 推到這個地方剛好重疊的情況下 那我的香味餘一不就改善了嗎 所以我等一下來看它改善結果 然後 第二個 如果我移過頭呢 移過頭呢 移過頭的問題就是在於剛剛那個K大於1 什麼叫K大於1 我在这里计算 应该在过了半周 过一周之后在这边update 可是因为你移过头了 移到这里来了 移到这里来之后 我是在下一周才计算结束 所以要再等一周 它才会update 那它的K其实就是大于 甚至是二以上 就是要注意的地方 很多我看过 在实物案例上 不小心写程式的人 可能不止一个人 然后它乱筛扣 造成这个程式 超过了它合理的执行时间 而让香维鱼整个错乱 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通常这个 还会看得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它奈奎斯特频率会移动 所以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发现你奈奎斯特频率 是会移动的 而且是不定时偶尔抖动了 那很明显 你看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的TAD不是固定的 因为你的重段根本没有执行完 我这要强烈的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这个 我就是把它那个往右移 对不对 那我个人习惯 这边会留310个nanosecond 就300个nanosecond 那只是刚好多一个10 这个300个nanosecond 做什么 预防我需要插几行扣 做一些基本测试 那我不就一直去调timing 不是很累吗 所以我通常会留一点点 这个跟你个人习惯有关 你觉得我要留一脉比较可靠 因为我可能要加更多 那你个人习惯就好 那我就留个300个nanosecond 留完之后就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对不对 这个是位移前的 上面是位移后的 可以看到我们相位移翼 很明显改善了 很明显改善了 就是这个地方改善了 因为我的频宽是 从它这个地方开始往下掉的 它是受影响的 那所以就看得到 我移动之后 我的相位移翼 频宽不变的情况下 频宽没有变的情况下 我的相位移翼 从52.847度 就很快的提升到了 60.97度了 那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提升 但是这个方法是最直接 直接可以改善相位移翼的 所以当你的相位移翼不足的时候 你第一招要用的就是这个事情 好啦 那这样听完就觉得 那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那你可以去参考我们全数位 这个动手实验的那个影片里面 有个Level 6 Level 6的它的标题是 相位移翼的改善 Face Margin Improvement 那这个影片呢 就会介绍它整个细节的操作 我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延续那个影片来做更多 深入的探讨 好 那探讨完呢 好像不对啊 你的标题不是说 那如果用DSP格 还可以改善吗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要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那跟DSP格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不要忘记 我们尽可能往 把那个K1 K1压缩压缩压缩 压缩到等于什么情况下最好 等于0吧 就说没有ADC 假设没有ADC 没有中断 没有计算 那不就是OP吗 所以为什么类比 它的相位移翼不需要衰减 因为类比 它的K1等于0 我再讲一次 类比的K1等于0 因为它没有所谓的AD时间 它没有中断时间 它也没有所谓的计算时间 这个它就理想上 类比它是等于0的 所以它就没有这个相位的损失 我们既然用了数位没办法 好 那整个时间里呢 压缩了剩下什么 假设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P导演的update 所以total来说 从我ADC取一个 进中断 再加上我的计算时间 这个overall来说 overall的latency 就是我的记得吗 K1 所以 我们在七八年前 出了这个EP 然后我们在最新的一代 我们称为叫CH或CK 就所谓的C系列 C系列呢 它的ADC变快了 中断呢 直接可以提早进中断 然后计算速度也变强了 那这样的一个IC呢 它整个速度加快 它的目的就是希望你 你的K1可以再缩小 那你会想 欸缩小刚好差 差在哪里 差就差在这里 那 典型来说 如果我们以40%的MCU的MIPS 的消耗来讲 EP只能执行到500KHz的 电源供应器 假设是40% 当然你可以超过50% 60% 那你的频率就可以再上升 那到了C系列呢 同样是40%的 那个时间的消耗量 的MIPS的消耗量 它可以达到1Mbps以上 如果你愿意让它到70%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用双核心 双核心就两颗MCU嘛 一个跑一个通讯 一个跑控制 那当然可以跑得更快啊 它就可以跑到200 200 2MHz 它就很适合拿来做 GAME MOS 这种应用 那DSP到底做了什么 新的系列就是这样子 ADC它变快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有一个 我们这个影片要做的一个重要 要说明的重要事情 第一个就是 所谓的中断 因为ADC做完 要进中断是要时间的 因为MCU发现要进中断 然后要处理一些周边硬体 然后再进中断 它中间会有一个时间差 这个时间差呢 很小 确实很小 比如说EP 它可以做到剩下 43个NEO Second 那你可以想 43个NEO Second 算什么 这个还要吧 这关键在于你P答案频率多快 记得嘛 这个P答案频率 因为P答案频率可以得到什么 我们的K2 那比如说做那个 砖电源的 比如说我们有做砖电源 做到1MHz 甚至我最近听到一个 16分之一砖 几砖我突然忘了 它做到10MHz 它做LC做到10MHz 那10MHz 这个K2就可以很明显了 这肯定很小 这肯定不只很小 非常小 小到什么 小到你连43NEO Second 换算进来的K1 都足以影响它的Face Margin 一个一定的程度 这个就非常麻烦 那如果做的是50K 100K 甚至可能300K 那这个ISR提早中断 你是大概是没有什么感觉的 那我们这个都称为叫做Early Interrupt 所以你如果在这个Data Shooter 里面看到EIR 类似这样的字眼 就是Early Interrupt 这个字眼意思就是 我们的MCU是允许你ADC做完的这个瞬间 刚好进中段 完全把这个时间 这个中段提取这个时间 整个把它忽略掉 这样对于做专店员的朋友 就会相当的有意思 这是第一个 DSP格在这个地方能帮忙的 主要这是第一个 这个是没办法的 用了ADC就一定要采样 一定要进中段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 那我的计算怎么加速的 那说到计算加速 我们就必须说一个东西 叫做Walking Registure 那假设你以前是做硬体的 没办法理解 我们就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什么叫Walking Registure 举个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事情 是B等于B-100 好100 那简单一点 把100拿掉 E-C 变数-变数 更好理解 好 从我们C语言是这样写 很简单的 可是MCU看不懂C语言 所以MCU需要透过组合语言 来辨识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 所以我们就简单 我列个表给大家看 这是这个DSP 33-C 506 的组合语言 的列表 那我用到减法 我用到减法 我们就用这个来看 减法 SUB SUB 就是减 F就是变数的意思 假设这个F就是B 诶 WREG 是什么 WREG就是Walking Registure 为什么呢 因为在组合语言里面 它这个在相减过程中 F 这个变数F 是没办法直接跟F相减的 所以它必须做这个动作 它必须先把这个C啊 先搬到W占存器去 然后再做这个SUB B 然后 这个B W 它这样才能等于什么 这个意思就是等于 B 等于 B-W 然后这个W是等于C 这样一个动作 或者是说 你想写一个C语言 写B等于C好了 它也没办法直接等于 它没有办法Move这样直接搬 它是什么 Move搬移 把C搬到W占存器 再把W占存器搬到B 这样B才会等于C 所以我们所谓的Walking Registure 就是在这个工作过程中 会用到特殊的占存器 来做资料的 缓冲缓存 或者是计算 那这些都会用到它 那既然用到它呢 我们就要对它做一些手脚上的变化 不然它就会很耗时间 因为一来一去都是时间 计算很长时间不是在计算 而在搬移 如果你看我另外影片我就说过吧 在计算3P 那个3P3E的控制器 也就是7个成家指令而已 7个能夺久 对吧 真正久的时间都是在搬移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进中段 然后进中段呢 右边看到我们现在进中段 进中段 然后计算我们的3P3E的数位补偿器 那数位补偿器算完之后就结束了 好那我们说过 不管你做什么动作 要做什么搬移 做什么计算 你肯定会用到W战群器 那你进中段的时候 你直接去用W战群器发生的事 什么叫中段 中段就是你把别人的任务 临时性的关掉 去执行你想要做的事情 这叫中段 就是把别人停下来 那等一下还要回去啊 那这个一来一去的话 就遇到问题 人家可能正在用W战群器 你把它移走 然后乱存 然后再把它放回去 整个W战群器就乱掉了 所以呢 典型来说一般的MCU 一般的 他进中段的时候 他第一个动作不是直接去控制 他是先做一个动作叫Push 把W战群器先全部存起来 叫Push 然后接着呢 你把你想要做的事情 你有一些战群器 你有可能要用一些 比如说Type3的控制器 3B3G的参数 你的上一次的误差 上一次的什么控制量 不管这些参数 你要把它丢进去嘛 丢到W战群器 这个叫POP POP 就Push POP 好 POP完 计算结束了 你还要把它存出来 就把它Push出来 因为等一下下一次进中段 还要用啊 就要Push出来 接着呢 把你刚刚最原始 Push出来的东西呢 再把它POP回去 然后才出中段 所以你有四个动作要做 POP Push POP 然后Push 然后又POP 这样一个来来回回 总共要为了这个W战群器的事情 你要搬四次 那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影片啊 有一个最后一个地方 要跟大家说明 一个DSP 一个新的 但不是每颗有啊 C系列跟EP都有 就有一个概念叫做Countest Countest Countest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它做了一个很大的变动 这个变动是把啊 我们的W战群器啊 原本在旧的系列啊 只有一个啊 在我们新的系列里面呢 可以自己去看这个战群器啊 它多了五个 而且连ACC 占存器 40bit 占存器啊 都有啊 这个 多了好几份 那ACC 40bit的好处呢 我们在前一个影片也说过了 解决保和问题嘛 对啊 多了五个 什么叫多了五个呢 它允许你做一件事情 你把W战群器啊 多了好几份 对不对 你把它编 编 编页 比如说 比如说好 我把前面这个好了 这个我把它画起来 这个 我称为叫 啊 contest 1 我把它定为1 contest 我们叫contest1 contest1 好 接下来我要再指定件事情 我把这个中段 每一个中段一定有个优先权 比如说我现在是电压模式 电压模式 这个电压回路很重要 我把这个中段的优先权 我把它设为6 中段的ISR 优先权 Priority 我把它设为6 然后呢 把这两个link 起来 把link 起来 什么叫link 起来呢 当它进中段优先权为6的时候 它会自动把W战群器 翻一页 就是把原来别人在用的都不要动 它翻到一个全新的一页 这一页叫做contest1 比如说叫做第一页好了 然后这里面的战群器呢 就是你这个中段 专属使用 你就不需要再push pub 再push 再pub 这些都不需要了 那只要翻页就可以了 那这个contest的这个翻页的这个动作呢 就可以跟我们的中段啊 优先权是联动的 它就可以自动翻页 但是提醒一点 就是因为它是自动翻页的 所以它认定的部分 是一定要是中段的这个 优先权的数量 比如数字 比如说我有两个中段 都用中段优先权6 那你就要注意了 有两个中段都用到优先权6的话 那它进去的时候 MCU都是翻到contest1 那你的w站存器的使用啊 就会 要非常的注意 因为它变成是混用 就不是单用了 不是独用了 那你就要特别的注意 那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要嘛就是 虽然是 虽然是翻页但是我还是把它当成 这个典型来用 你还是做pub push 那没有问题 那如果不行啊 我一定要独用啊 那你只剩下一个方法了 严格来说算两个方法 我就是要用独用 可是我优先权一样怎么办 那第一个方法 你还是得用手动的 进去再切换 比如说我电流回路 我就把它切到contest2去 然后电爱回路进来 用手动的 它允许你手动 那再切到另外一个contest 这是可以的 那我个人建议啊 不要这样子做 因为手动啊 就毕竟容易不小心犯错 或是接手的人搞错了 那就麻烦了 这个错啊 这个MCU是会当机的 因为它乱跑 导物战争拯乱的 会乱跑 所以呢 我个人建议啊 就是把优先权啊 整个断开 就是分 因为它contest好几个吧 优先权好几个 没必要设一样啊 那我就建议你用自动的 然后把优先权设为不一样 好 这样的一个contest 就是一个搬页的概念 就是让你的 导物战争器啊 变成好几组 就不再需要搬来搬去 搬来搬去 那得到什么结果呢 那绿色这条线 是我们的Print 我们系统的Print 这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 二阶系统 然后它是一个 那个 看起来就是一个 低通绿波器嘛 所以它是一个 Bug转换器 然后浅蓝色这条线啊 直到是什么 直到是我们典型 不做任何修正 相位于域 不做任何修正的一个 曲线 一个相位曲线 可以看到 这个 很快的就衰减到 180度去了 -180度去了 因为它没有做任何修正嘛 然后呢第二个 我们把它加入什么 我们把它加入了 ADC的相位移 再加上Early Interrupt EIR 把这两个加入 你就可以看得到 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跑到这个位置来了 跑到这个位置 所以它的相位移 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幅度的改变 对不对 第三个 我又把它加了一个Contest 我把Contest 这个功能把它加进去 你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你把它放大看的话 就看得到 放大看的话 这个紫色的跟黄色的之间 有一个位差 那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 它的变化是非常小 没错 因为我这个P单频率 看得到 这个才125K的FN 因为我的P单频率 才250K 250K分支 这个时间差 它产生的相位 确实不大 点多就可能是1度左右 但是如果我把频率 从250K 变成2.5MHz 那就不是1度了 那可以等比例 是变成10度了 可以理解 所以做专电源的 尤其是做这种高频转换器的 就非常的介意 提早中断 以及Contest的使用 这是一个 简单的 一个说明 让大家可以理解 那最后一个条线 这个蛇斧是什么 这个蛇斧的意思就是 有时候会忘记 很多人忘记 在设计的时候 你的输入电的改变 也会影响你的波德图 看得到 这个改变的时候 它的Game是上升的 对不对 它的相位 多少会受到影响 理论上是不影响相位 但是在数位系统上 它有一些失真的问题 当电压提高的时候 它会 有一些些微变化 它主要还是Game Game一上升 我的频宽就会往右移 往右移不要忘记 往右移是什么 Face Margin 就会下降 所以在计算的时候 还要用最高电压来计算 这样的时候 接下来是往左移 而不再往右移 因为我电压是用最高计算的 接下来是往左移 那我们相位余域 就不会发生不足的情况 所以最后 我们这些小小的总结一下 在改善相位余域 事实上有 最主要方法是移动ADC的区隔 那如果你用的是Microsoft DSP 它更强大的是帮你 提早进中段 然后缩小时间 然后用Context 把计算时间 在大幅度的缩短 然后这三个总 Total加起来 就可以说到最小的情况下 再把它往右推 那你的相位余域 就可以得到改善 那它每改一项 它就改善一点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这边可以很明显看得到 它的相位 是由左 渐渐渐渐往右推的 那今天影片呢 主要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相位余域的改善 接下来呢 我会有一个影片 是告诉大家 移完相位余域之后 如果我需要 我需要移动我的频宽 怎么办 我需要移动我的频宽 移动频宽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我的相位余域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那我们就在下个影片 跟大家分享 OK今天里面就到这里哦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 点个赞吧 OK拜拜